《汇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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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八岁的時候 爸爸得了一場大病 他以為沒得救了 就流著眼淚對我說了一句 你是要生性的 后来回味这句话里面包含很深含的意思 爸爸认为我以前不够生性 就是说我还没学到多少做人的道理 而人生一世 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做人的道理 就是要生性 我们的祖先是非常关注后代生性不生性 从周朝到清朝三千年来的教育 都是将教人做人放在第一位 整个社会都是努力地引导年轻人先杀性 就是说先学会做人 做一个正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 立志为社会做出大贡献的人 在这里我们来重温一下孟母教子的故事 孟子的爸爸早死 跟着妈妈生活 开头他们住的地方靠近墓地 孟子小时候喜欢模仿 又不懂好带 就天天跟小朋友学拜死人 孟子妈妈就觉得这样下去 对儿子的成长没有好处 就搬到另一处住 谁知道这处也不理想 旁边是图场 儿子看得多了 就整天学着怎样剃羊杀猪 于是做妈妈又再搬家 搬到学功旁边 这回就好了 孟子从小就得到周围环境足够的文化分土 但是这样还是不够的 家长对小孩的影响更加不能够忽视 在这方面孟子的妈妈更加是个榜样 有一次孟子看见旁边的汤猪 就问她妈妈旁边做什么汤猪 她妈妈就顺口说了她 给你吃肉 说完一想 做妈妈的都说大话 到儿子以后就学妈妈那样说大话 这样骗的儿子不行 就立刻去旁边 买了些肉给儿子吃 又有一次 她见到孟子学着不够勤力 就剪断了自己迹紧的锅匹布 说了一轮不能够半途而废的道理 五个儿子被这回事触动得很深 从此就立志做个有为的人 我说这些无非是说 想个小孩生性 长辈的教育 是要事于引导才行 今晚阿爸要加班来夜班 你要生性 做完功课就睡觉 阿爸回来买玩具奖礼你 乖啊 拜拜 好心理啦 会叫个儿子生性 你自己不生性就会滚 还骗过去买玩具 哎呀 家里的小孩很单纯而已 随便哄几句就过屈了 你有没有听过上量不正下量歪 以后他有样学样的 那时候你就后悔了 不关于中国教育 我就很想说几句话 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们三千年内的教育 只教做人就没有教到自然科学的东西 到了外国入侵了 我们的大刀长矛就打不过人家那些羊枪火炮 那时候那些教育家于是就废了科举建立了新学堂 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的学校 反思一下 那现在的学校教育实质上是一种谋生教育 为了教到那些学生能够在社会上面找到那些工作 我们将首先要教学生生性 做过正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 立志为社会做了大贡献的人的 这种教育理念就扔了到太平洋了 那做究竟对不对呢 那就请大家画了 接下来的月级挑战的题目就是 煲老偶和以下哪个词的意思相同呢 A 吃硬饭 B 图鼓井 C 看黄片 D 唱旧歌 在明晚6点前发送838加答案片后到106.620 答中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价值300元的丰富奖品 通过以下网纸或者短信方式 向余老师提出问题 都有机会获得奖品的 越讲越个人 我们下期再见